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太美丽广播电台 大家好 我是X小包 大家好 我是Ryan Ryan 今天请到Ryan老板 之前都是叫老师 Ryan要叫老板 熊煮咖啡的创始人 熊煮咖啡的老板Ryan 然后我们也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 然后欢迎来录我的太美丽播客 然后这一期也很高兴 我们终于有广告赞助了 就熊煮咖啡 熊煮咖啡的广告赞助 没有开玩笑 没有广告赞助 对 但是希望大家去 在北京的朋友可以多去熊煮的店 然后其他地方的朋友呢可以多多买他们家的这个挂啊 各种各样的豆子啊 等会你自己安利吧 可以来给大家看本景点本点啊 现在前两天有朋友说说我就是北京熊煮景点本点 我说笑死真的是 对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LGBTQ 大家自己开的店 然后因为朋友社交的关系 很容易成为这个 呃 圈中好友的打卡点 对吧 大家没事在那坐坐 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店 这是我们熊煮咖啡四点 那不是 这边有点太亮了 啊 好 然后这边进来以后呢就是 我们的店里面 然后现在是比较分心的 是吧在里边稍微有点问 很棒很棒 对 很干净整洁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边是 呃 挂画啊 货架啊 还有我们的影响啊什么的 对 嗯 比较小而美的一家店 然后大家过来弄会比较 嗯 很漂亮 然后你们的主题色就是蓝白吗 对吧 对 蓝白 对 RUN要不要先介绍一下啊 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听众 也有很多女性是吧 也有很多呃 其他的朋友 对 所以介绍一下熊煮咖啡和你自己吧 嗯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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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大名叫魏然 然后熊煮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然后我们是在呃 2017年的时候 然后我和那个马成同学 然后Andrew同学 然后我们俩一起联合去做了这么一个呃 就是精品的一个咖啡店 精品自户备的一个咖啡店 精品独立咖啡店啊 嗯 对对对 开到现在的话也已经是有呃快七年了吧 对 嗯 然后然后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店一开始的话 就是开在那个北京的西城的那个呃 呃 妙音寺白塔下面 所以很多人知道提到熊煮 以前提到熊煮呢 都会想到就是那个大白塔啊 嗯 现在的话就是 现在所有其他的各种店 然后 甚至都关了 现在我们是坐落在那个北京的西日门 现在是一个比较社区的一个温馨的一个小店 然后这么多年的话一直还是在做自烘焙 然后精品咖啡 然后还有做一些测调这种的 然后包括全国也可以各种跑职机啊 嗯 然后也是在咖啡这个圈子里面 小有名气吧 因为我们一直在打那个冲突比赛什么的 嗯 然后对 然后这边就是一年四季在这边 欢迎大家随时过来 嗯 OK 那第一个问题肯定就是为什么叫熊煮 对吧 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啊 然后英文是Bear Brew 对吧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中文只好也是四个点 对吧 两个字都是四个点 然后英文也正好有一个谐音 哎 我觉得这个很妙 这个名字在 然后这个也天天被客人问啊 就是说你为什么人家叫熊煮 然后尤其是在市集上的时候 有时候偶尔我跟马老师一块出市集 我说为什么叫熊煮啊 我说你看我们俩这张熊脸 对 然后就一般看着这位笑 对 然后熊煮呢 这两个词嘛 然后其实先想到的是英文这个名字 然后就是 因为咖啡的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词 叫做brew 就是冲突破 对 这个酿酒里面也要不入 但是到咖啡里面的话 就是所有的就是我们做咖啡的一个货手 我们都可以用brew coffee 然后这么一个词来全面的来概括 然后而且你们精品就是讲手冲嘛对吧 对对对就是讲冲突什么意思 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很核心的一个词的话就是brew这个词 它就是冲突的意思 然后呢我们俩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做这个店 因为两个人都是就是熊气男子嘛 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懂的都懂了 然后熊圈的标签啊 对有一点点想想擦肩的意思 对像像像像像像像墙增流量的意思 对然后就觉得brew 然后熊煮这个名字朗朗上口 大家又比较呃容易有辨识 然后就是传播上来说也比较容易传播 留让大家的一个一个印象 然后包括也是想做这么一个呃就虽然我们是做一个精品咖啡的 但是也不想说把它做的那么严肃也没有必要 然后呢我们也是想这么一个空间这么一个店呢 就是能够容纳不同的呃群体的人 然后在这边都能够在这边非常拆经的能够喝到一杯口咖啡 然后个人的时光 所以有一个很高充的一个感觉 然后就做了一个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挺棒的 嗯 我觉得挺棒的 因为本身我觉得这个名字背后感觉就挺自豪的 对吧就很proud 对吧 我们呃我们所属的群体 然后我们做一个自己的创业的一个咖啡店 哎 所以我想问啊 因为我觉得呃国内的精品咖啡 欣喜 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啊 可能也就是最近五六年的事情 对吧 差不多也就是呃 可能1718年前后吧 国内开始出现啊 然后我我也稍微做了一点功课 因为我一直开玩笑说 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很严谨上课的播客 但是对 但是本摩羯对吧 你也是摩羯对吧 就是我们很容易就开始严肃认真起来 就开始就开始生成起来 对所以做了点小功课 就是说2022年 中国的整个咖啡行业的产值 是2000多亿人民币 就已经是个很庞大的行业了 对所以我觉得很好奇 因为我相信你应该算是一个见证者吧 对吧因为熊主也七年了 从刚开始兴起 到他一下子竞争又很激烈啊 然后我今年看到这个数据的这篇文章 他标题其实已经是 咖啡创业在2024年还能够继续下去吗 还是咖啡创业必死无疑 咱们中国咖啡经典 就是咖啡行业的一个发展 咱们中国的一个经典 一个咖啡行业发展 其实整个的一个 近几年的一个路径 跟国外是很一样的 然后你像国外来说 一般都是说 我算基础的这种 喝咖啡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街边的麻辣店 因为喝咖啡对于老外来说 这东西太细综平常了 然后又是一个 很日常了 必须 对但是喝咖啡 因为对于国内来说还属于一个比较 嗯小资一点的一个要求 对 所以对上海咖啡室来说还好 对对 然后除了上海以外 我感觉中国好像都都会 还是要有一定门槛啊 嗯 对确实是 那时候那时候喝咖啡 你也就只能是去一些个 呃上海啊北京啊 对 然后我那时候在工作的那个 Varisa Coffee 就是北京 那时候那个店就是一个食品 但是每天人来人往这 人来往去打 然后也是那种 像不经营咖啡的 所以那时候算是 北方市场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店 嗯 或者说来北京 说喝咖啡逛咖啡室 一定要打开的一家店 嗯 然后那时候我还跟同事在里熬着说 说现在怎么股内的一个咖啡 反映是什么一个状态 然后那个我同事那时候一个见解 我现在还记得就特别有意思 他说你看国外的咖啡商业 它都是一个金字咖啡的 嗯 对 你藏的就是一些个 底下的一些是一些很基础的咖啡 比如说素容啊 罐装啊 这种来说发展的非常好了 然后中层是一些个商业咖啡馆 所以一些很不错的 那种连锁咖啡馆 到了最顶尖的这一块 才是精品咖啡 对 这些来说是 因为是有这些东西作为支撑 所以到上海来说 会有这么一个对于非常好的咖啡 自然的一个行业的分层啊 嗯 对 这也很自然的 对 但是一起 一一五年 一六年 那时候的一个中国咖啡的一个 行业反而是一个倒三角形 哦 爆发式的 对 他反而是就是说 你整个咖啡行业 那时候盘子没有多大 然后那时候反而是 大家都在开精品咖啡 嗯 然后呢 因为这个市场当时没有多大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本 涌进来 连锁店少 嗯 对 那时候没有卫星 没有什么便利便利咖啡 然后 没有现在是什么冻干的 那时候都没有 那时候反而全都 都是精品咖啡店 嗯 然后对 连锁的品牌也都非常少 但是没有卖点 没有 没有卫星 对 那个时候连锁可能都是那种 什么商务咖啡 对吧 就谈生意的什么慢咖啡那种 对吧 就是还带什么 西餐的那种啊 嗯 是这样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的一个咖啡需求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 嗯 那我在国内也是做这 好像做到现在有 嗯 15年到现在 七八年 然后 对 对 小十年的时间 那也是看着 实打实的 就是大家大众对于咖啡的一个需求的一个 非常非常质变的一个事情 增长 嗯 对 咖啡现在就是非常自然的 你至少在一二线城市已经成为大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嗯 就这个东西来说你非常自然 因为你有现在的时候我们有日行 有matter 然后还有各种的便利店咖啡 然后 包括麦当劳 就是我们想出去喝咖啡 一杯就是先煮的咖啡 对于现在我们的 不过的话是一个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 嗯 但是你早个七八年可 在北京都 反正就是咖啡这一行就是典型的什么中国用了五六件时间 走完呃国外什么二三十年的路是吧 嗯 很典型的 对对对 行业 对而且而且现在国内咖啡的一个风卷 你要就这个发风的内卷是远超过全世界 是啊 是啊 我看那个疫情前就是说上海的这个咖啡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东京和纽约了 你想多吓人啊 多吓人 在全中国的咖啡馆是哪全世界第一 对我就觉得中国在这种就上量啊 体量上是很容易到到全球第一第二对吧 尤其北京上海这种城市 嗯 不要不要跟我们聊聊这个历程啊 先从我们从最最远最第一个阶段开始吧 对吧 就是怎么怎么想去做一个咖啡馆呢 因为我相信大学里没有这个专业 就咖啡创业没有这个专业对吧 也没有呃培养咖啡咖啡师 对所以基本上我看所有的精品咖啡都是因为自己爱喝有爱好啊 然后慢慢走向专业的 对这跟我们讲讲 你怎么跟马老师一块变成职业咖啡师我想去创业的 嗯 其实一开始也是没有说 嗯 就碰到说多么好的一个咖啡馆 然后一开始也是说随便乱喝呀 或者说会寻找国内的一个喝咖啡的习惯 就是说我去想找一个能够写论文在然后空间大一点地方能做也做喝咖啡 然后但是呢你在澳洲的地方就是一般这种情况就是一路安静 店又大一点那个咖啡一般都写成喝呢喝得要死 嗯澳洲他们自己的那个报纸 然后他们每年会发一个叫那个就是这种就那个精品咖啡指南吗算是叫 然后他会用一个小册子然后一个小册子然后他会把呃就基本上清理全程的咖啡店 然后全部都写进这个册子里面然后他自己会有一个评级就是四分三分二分一分 那整个来说的话能拿得到四星的这种咖啡店全程可能就没有多少家可能是你20家 那我就说那我对咖啡这个事情就比较感兴趣那我就先从这些四星的店去喝写 然后所以那时候呃就是没事的时候的话最喜欢干的一个事情就是走铁串一下 然后跑到一些就真的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找咖啡喝 探店嗯对真的就是探店那时候真是探店 然后有一些在市区里面就还好 然后呢你像出了呃我在澳洲比较喜欢的一个店是从那个中央普通站四中station出来以后 有一家叫那个单元咖啡的叫single region roasters 然后现在改名的叫single o 然后那次我在悉尼应该是最喜欢的一个店 算为特别的好 然后包括悉尼最往海的现在可能在全世界最不胜利的叫campus 然后是在悉尼的一个就是轮化中心在那个newtown区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实际品的店 可能每天要卖掉两三千美卡的非常的非常的夸张这种 对然后对然后就是从这边开始吧 然后那个就是一直在串咖啡店 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会沦陷到这个事情里面 然后包括一开始就说喝这种拿铁呀 这种比较传统的 那就是就很印象深刻就第一次喝到一杯说 这种花香果香和奶香 然后整个没有加一颗糖 但是整个甜的爆红的奶茶 那种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包括后边去喝手冲咖啡的时候 第一次喝到了就是 艾塞尔比亚的一个hatchear的一个水洗的豆子 那也是一个特别就是 对于当初的来说就是原子弹级别的一个化国香咖啡 对就是这个东西 味蕾爆炸 对味蕾爆炸 对你想非常深刻的一次味蕾的轰炸 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就就完全想不到说 咖啡它可以有这种味道 所以就是在这种又一次的被震撼中 然后慢慢的沦陷 就是说特别的就是把这个喝咖啡当成了自己 生活中就真正正日常的一部分 然后来驻航的话 我是在悉尼那边因为要打工嘛 然后我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 我带好的青春不能浪败在华人街什么 就是华人街的那个刷盘子的洗碗间里边 不能老是中餐厅是吧 对对对我不能去那出卖青春 对我说我早知道我得学点什么 那我得干点自己洗碗的 对然后当时也是背景千花买计吧 因为悉尼那边招工的话 基本上都想要两三年经验的 然后后来就找一个也是华人老板开的一个咖啡加烘焙的一个连锁叫马克里克 然后那个店可能现在还在 然后从那边入行 然后在澳洲一站站的那种五两三年差不多就这么入行了 对明白 所以这就是一个中毒爱好者对吧 从体验入手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开始去学 那你回来开店呢 这个契机又是什么呢 开店的话 我其实回国一开始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翻译的 那跟咖啡也是八甘子打着吧 然后但是当时回国以后 我先是在天津待了一年 做一个就是就是反正就是回国人员常干的工作 就是当老师 台归嘛 新东方 对对对 就类似这种一个传人教育运营机构 但是干的特别的不顺心 妈的不花工资 对 然后后来说 对对对 然后然后然后当时就去北京去面试去了 然后去北京面试 找的也都是雅思啊 什么 然后呢 当时就是在一窝宫那边约朋友吃饭 然后正好在等他 然后我就说那周边找找看也没有咖啡店 然后那时候我对北京是就零认知 对 几乎是没怎么来 这个就是之前就小时候来了 那对这个城市没有什么认知的 然后那时候就寻找找点点评 然后找到了当时的叫Burista Coffee 然后那个是那个就是就是当今就是现在 现在很有名的那个五道英胡同 就是很早期的一个状态 然后去那喝那个咖啡 然后就整个的这个店的调性啊 客人啊 我办啊然后各方面也都特别对 就特别有那种美式家傲视的咖啡馆 那个感觉 老板就是一般咖啡一般聊聊聊 老板说 哎下个月我们要开个新店 你要不要来 好吧 对 然后真的是去面试了啊 这个面试咖啡馆 就只说过去喝咖啡 结果就就被拉上了贼船 他说我们可能后边咱在天津那个新店 然后你回来也可以去当店长 就听了这些鬼话 对 然后对当时就挣扎了好久 对然后这个这就是我回国以后 重新入到这行的一个契机 当时就是也算是我觉得算是毅然决然 就是你一边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生活和收入 然后另一方面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但是你的收入就是很低 一个月5000块钱在北京 对 然后当时就选择了说 我尊重自己内心吧 然后还是想去 最终来说想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然后就入职这个产品店 对 然后对 然后之后就是碰到了马老师 马老师的话是在我们是在10月份的时候 他是我店里的客人 哪年 17年吧 17年 15年15年15年 对 17年你都自己开店了 对 以前已经开店了 对15年就碰到了马老师 对 然后 然后就 后来就闯了他初恋 对 然后他那时候就比较喜欢喝咖啡了 他那时候就很想喜欢喝咖啡 那时候他自己也会在家里边去冲咖啡 他自己来说是一个 算 钻的那么一个人 在咖啡的技术方面 所以包括到现在来说 熊主这个店的技术来说 也是马老师在管 嗯 然后 对 然后他出去赞比赛什么的 所以他当时就是 也是很喜欢咖啡 我们俩人 所以你负责什么 你负责技术之外的所有 我负责大使馆 对 打砸 好吧 对 对 所以 所以那个 马老师后来怎么 就是我知道他不是经常去参加比赛啊 经常去读比赛啊 他是从15年就开始了 是吗 他是 是在我们开店之后才开始打比赛的 嗯 嗯 因为一开始的话 就是一开始都是自己做嘛 然后后边慢慢的说 我们开始他自己去做功倍 做功倍 然后去上课 然后包括考过任何账 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因为 确实是他是一个 熊主技术方面 非常有自己的见解 和和自己的一个 很笃定的一个认知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就是这么多年 一直一直就一直在打 然后前两天也是刚打完吧 然后是咱们那个中国咖啡熊主大赛 就是咱们本土 现在来说办的规模 暂时最大的一个风度赛 然后今年在没往前见 还是全国第四 对 但是已经很厉害了 全国top5的咖啡师 对吧 对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得也得稍微科普科普啊 就是呃 咖啡 咖啡文化有三波浪潮嘛 第一波就是说 咖啡变成大众饮品 对吧 就是呃 超市里也能买到咖啡了啊 就咖啡变成一个街头巷尾都可以喝的了 不再是那种少数人的贵族饮品 对吧 对 然后呃 然后第二波浪潮的话 其实是70年代吧 就西方是70年代 对就是就是意识浓缩啊 就是什么从烘焙啊 磨豆子对吧 到那个浓缩成 然后再去 发展成各种各样 意识浓缩变成了一个核心 呃 然后 很多精品咖啡店 尤其是星巴克这种 星巴克 呃 虽然它是一个西雅图开出来的店 但其实 大家如果看过一些星巴克的故事 对吧 它也是个商业励志故事吧 呃 那个创始人 他其实就是 呃 因为老美嘛 老美那个咖啡箱当水喝 对吧 就是 没有什么内涵 其实 他也是去了一趟意大利 然后 把这种意识浓缩的文化 借鉴过来 对 以至于现在包括 你到星巴克去点 他的碑形 包括他所有的名字 其实都是 呃 意大利语过来的 对吧 Gurande的这种碑形啊 什么 对 所以 所以他其实相当于是承认了 这个意识浓缩 作为这个咖啡文化的一个核心 啊 而且由此衍生出很多技术 对吧 这第二波 就是开始精品化 第三波 其实是我觉得 一个是 他更强调咖啡和社会 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 对吧 一个是他强调说 像星巴克种空间 呃 那个时候进来 大家说叫所谓的 呃 家以外的第三空间 对 外面的客厅 对吧 你可以见见朋友啊 可以见见各种各样的人啊 大家谈个事啊 对吧 那个时候不是开玩笑吗 就是 就是拿拿个拿个苹果电脑 放在星巴克里 就开始装 动不动几百万 对吧 这跟种中国整个 那时候创投的氛围 对 车库咖啡 对 那个那个都放在一块 对吧 动不动就几百万几个亿啊 分分钟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潮流 但其实从海外来讲 可能也更注重 咖啡店的整个概念的设计 甚至 你这个豆从哪里来 对吧 甚至是找那些有机的农场 豆子的这个合法性 因为 有很多豆子 呃 如果是经过很多中间商啊 那其实 种咖啡的这些 原始的呃 农民 他们可能并没有从当中受益啊 啊 他们可能是被剥削的 对 所以后来有掀起这些咖啡革命 所以又去强调这个咖啡的源头啊 然后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 所以17年我认识你 我那时候 呃 到美国去也是专门去 那个对知识分子咖啡 对 就是LA的这个店 对 买一些豆 还有这个杯子 对对对 我到现在 正常的用 现在跟新的一样 对因为这个知识分子 都是赠心的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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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知识分子咖啡 就是第三波咖啡浪潮里面 比较有名的几家 对 就他们是掀起了这个运动的 对 所以很有意思 对 所以我觉得 但是你想那个时候 其实国内开始开精品咖啡店的时候 已经是第三波浪潮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 国内开起来的时候 一开始就已经期间比较高了吧 对吧 他从概念到这个充足 到他跟想像像你说的 你从名字可能就是想说 我们想建立一种 跟顾客之间的联系 那个已经想得很成熟了 我觉得是不是 对 这其实就挺有意思的 我记得就是 因为就是你其实说到第三波 精品咖啡的一个浪潮 然后跟喜马克之间的话 会有什么非常本质的一个不一样 那你其实最终的话 是回到豆子本身 然后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关键的 包括从工备方式和冲煮方式上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喜马克他非常典型的就是 生风豆 对 然后是这种加奶的这种 然后你各种这么着来说 然后包括他拿到一个豆子来说 说这个豆子是一个什么拼配 但是你过去来说 你这个拼配里面有什么产区的豆子 看到什么成分 你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可能并没有办法说 我完全的非常详细的去知识 不知道啊 起码可以有个变化过程 他最早感觉 也不知道他豆子是哪了 对吧 对对 他会有几个就是很经典的拼配 但是他这样只会显得龙猛的 那到了第三锅精品咖啡 就是大家去回到豆子本身的一个风味 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个单一产区的 对单一产区的这个很 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我们对于单一产区的 然后一个精细化的处理方式的豆子 这个豆子如果他有更好的一个风味和潜力 他自己应该被拿出来 然后你不管是咖啡浓来说 还是说是从市场竞价来说 他应该得到更好的处理和呈现方式 我问个问题啊 为什么单一产区这么重要呢 因为你过去来说都是做意识拼配嘛 对吧 意识拼配的话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去拿到一个豆子 任何到一个任何一个咖啡店 我们像我们去喝一个美式或是拿铁 他自己来说的话 你可能常见的就是巧克力可可 然后奶油 对坚果的这么一个风味 然后你去拿它做一个奶咖 那它是几个不同的产区拼在一起的 那过去来说可能会常用一些 比如说巴西啊 然后甚至说越南的一些一个罗伯斯塔豆 然后还有一些个中美中的豆子 然后给它封得非常深 那豆子那咖啡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你如果是就跟我们平时去烹饪是什么一个过程 你给它烹饪的程度越深 那它自己原本这个味道就更难去捕捉到 所以就是调料价的多是吧 嗯对 就是你的一个你你给它烘身了嘛 对吧 你给它烘得越深 它肯定越苦 就是这么一个一个状态 原始分会就少了 嗯 对 但是咖啡它本身呢 它是它本质上咖啡它是一种水果 对 然后它跟它跟它跟那个葡萄一样 它都是水果 它自己来说的话是一个长得像樱桃一样 嗯 红色的小豆子 嗯 嗯 对 那它自己本身你如果是用这种恰当的方式去进行烹焙和冲煮的话 这个豆子本身是它运含着很 嗯 很多的这种果香花香 然后以及更加复合的一个 一个一个香气的 对 但这些来说的话你去只是用意识的方式和生功倍去表现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说我去体会真正体会到咖啡的这些个花果香的 所以就是你只要拿到一个豆子以后你用合理的方式去进行生豆处理 然后或者说你动植生豆处理 比如说你是用什么方式去进行它 你是用意识的方式来做呢 你还是说用手冲的方式来做 能够让这个豆子它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这些个非常迷人的香气 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释放 那我觉得这个是 你食材越高级 那你其实料理的手段就应该不能叫越简单 但至少就是说越不要把这些东西在料理过程中给它失去了 这个原理是类似的啊 所以单一产却很重要 是吧 对包括现在的单一卖威士忌啊 然后包括现在的做的去做精酿什么东西 有很多是很普通的一个东西 对你过去来说 你包括威士忌也是 单说是人工后面调好的 但是单一的这种威士忌的话就好理解 这就是它这个单一的一个 很什么都一个很值得的一个味道 对 然后这边说因为咖啡的一个处理过程 它是一个无可避免的 它是一步一步递减的 那我们能够做 香气不断损失啊 对 它是一个不断损失的过程 所以就是最后我们能够把他本质的状态给他表现出来 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本质的工作了 对 有意思 有意思 OK 所以那再回到你们的创业史 对 所以 15年对你们一起做 然后到17年什么契机终于就是开出了你们第一家店白塔店对吧 那个白塔店我也去过 我真的觉得特别有那种北京的在地风格 做这行做久了你但凡是想扎在这个行业里面 但凡是想扎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是真正想做这个行业的 我觉得多多少少你心里面都会要动 说我要开一家店的一个想法 你自己只有说从 每天只是煮咖啡的一个咖啡师 然后呢变成了一个咖啡店的一个主理人和老板以后 你才能说从自己本身的一个原来的主线的位置上 然后你跳到一个正高的位置上 然后你可以去看说整个行业 然后整个咖啡店 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应该是怎么运作 当时就是也是在找店 然后满是满北京满世界的找店 当时还是动店 然后就没有特别合适的一个机会 然后当时就是朋友介绍嘛 然后说这边有一个这么一个空间 然后他们想做个咖啡来合作 那时候北京馆会也没有那么严 然后当时看着还挺合适的 那真的就是三秒钟拍板 就说这地儿行 是吗 你们见的是房产中介还是房东啊 房东三十房东 对他自己的话是本身这个地方 原来是个民宿嘛 然后他自己是个民宿 在外面那个展示来说 他自己没有应付去打理 然后就说要不是合作者去做这个咖啡店 然后就这么 算是一拍机很快 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条件真的是特别合适 然后就 然后就做了 对 然后做了以后一开始真没想到会怎么样 结果到后边就 嗯 那个状态就是 站在中口上租飞下来 那种 哎 你这你不能你不能那么快 你说点具体了 对吧 你们比如说装修花了多久啊 对吧 然后怎么设计的 然后怎么样感觉就是自己就是风口上的猪了 对吧 那个什么事情让你们觉得 哎 比如说你你你开业第一天有多少人 对吧 那个最高峰多少人 你就觉得自己是风口上的猪了啊 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看业的前一天 然后大家都去吃饭了 然后我说你先去吃的 然后明天菜单还没打好 我先去打菜单 你们的manual啊 你们自己的咖啡店的manual 对 然后因为整个日子都放上去了 然后整个也是比较充满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自己那个地儿呢 就是本身他是自己带的一些个简单的装修 然后我们那时候属于一个非常穷的一个状态 然后那个店的起付资金 可能也就是10万块钱 才算上了 你们自己凑的是吧 对 当时就是我老 我自己老娘 然后支持了我一把 然后我说我想开店 我爸说说我支持你 然后你把这个店开下来 然后是整个前后的一个过程 我就是真的就是觉得 找店这个事情就跟老雷像一样 就是你自己花很多的精力 你不一定碰得上 但是你自己若是这个机会 找到了 时机到了 timing到了 嗯 对timing到了这个世界的地方 就是就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不上你就是看不上 不行就是不行 嗯 然后就就就有点想找一下那个 非常的神奇 对 然后所以就是一拍即合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 然后包括看到那个特别震撼的一个白产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算是绝景 这真的是啊 然后就当时就是 真的是很当机立端的 然后我那个我觉得你们的sense是对的 虽然后面才流行网红打卡 但其实你们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嗯 那非常适合打卡对吧 嗯 确实是啊 然后对 然后那时候枪核动印象特别深刻 马老师那时候在那个刚做完一个大手术 还在ICU呢 然后他是 偷偷地打了管过来签得很 天哪 这么夸张 直接ICU跑出来签字 好吧 嗯 已经从ICU出来 就就就就在留院观察 然后当时就是他年华的文章说 然后后来就是偷偷把尔管出来 然后合计以后就好像就开始出现 然后 天哪 你们这个真的是 不只是红颖金是劣势的鲜血染成的 是吧 熊煮咖啡也是 也是鲜血染成的 创始人的鲜血染成的 好吧呃所以你们从签字到开出来多久 10天 哇那超快哎 10天 所以你们什么咖啡机设备什么都有了 是吧 然后内部装修什么的 感觉是极简是吧 他装修的话 其实就 嗯 嗯 简单的按照我们的要求打的一个叫贵 因为那时候来说我们也是同一次做 嗯 然后有 我们因为就是没有钱嘛 然后也没有办法说 我去大动工修什么的 所以就蛋白 救护着这个店里面 所以我基本上就用他的了 嗯 嗯 对其实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凑合的 很多东西都不合理 但是为了快速把店先开起来 就只能先那么着 然后就呃 然后去找朋友去 拿了咖啡机 拿了墨 然后也是也就是当时也是有多年的朋友资源吧 然后很快的就把这个电机给他让他穿起来 然后当时我记得是发那个公众号的时候 然后那一篇文章真的是在北京转案还是挺多的 然后就是就是通评论就很多很多 你写的是吧 自己写 对我自己 对特别简单的一个文章 然后第一天就就前两天我们就就真的是特别多人 然后差点多少人 嗯没有没有记得 我就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是 八十个还是买一送一呀 然后第一天 拆业促销 对就做了第一天就做了三千多 然后那个时候来说你要这么来算 可能对五六千的也 其实就是对于刚开店的来说的话 其实那个算是好不错了 你一杯多少钱 那时候一杯就正常价格 二十多三十左右 对那你一天能做三四千 一天卖一百多杯两百杯 对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一天能卖到一百多杯 然后那很夸张啊 那你想想是很夸张 一天一百多杯你不能停的基本上 你其实一百多杯就是 嗯现在说起来就不算什么 然后但是对于当时来说 一期年内这儿又没有什么大型商业联组来说 嗯 能做到好 快一百杯 那是个比试生意非常好了 嗯 然后那时候是刚开业前几天嘛 然后后来我印象还特别深刻 就是到了转天的礼拜一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店几乎就是除了我自己公众号 没有任何的宣传 然后靠自然的两千 做了八百块钱 然后印象还挺深刻的 就是就是开业的一天 然后所以当时觉得这个店也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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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名气散出去 嗯到后边我就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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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主要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又欢喜悠悠的就是我们那个二楼 对所以那个二楼的话就是你去往下去收杯子 而且我们的后边那个因为那个空间的很多限制 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非常正经的一个开业的装修 所以我们后边洗碗的地方是非常狭窄的 然后所以我们每次最崩溃的就是洗碗的事情 特别崩溃 嗯 反正都是啊 有意思 有意思 所以所以白塔店呢 你觉得开成功以后就想的是扩张呢 还是什么呢 嗯 应该是18年的时候 18年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说可能打算去再做第二家店 然后那时候就洗碗鼓动 还有现在的当时的当时的那个两个一块干的那个伙计 然后入个鼓 然后就有一点是怎么说呢 就是有点盲目自信了 我觉得就是开店 当你第一个店开成了以后 你会有一点盲目自信 或者对自己品牌力量 磨度自信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其实就选一个很不谨慎的一个地方 然后做了一个店 然后那个店就 嗯 不能说赔吧 但是就真的是生意很惨的那种 还是说选择一些个 你如果自己是一个比较精品的什么 独立的 这种偏僻的一个店 那你还是选择一个 跟自己的调性相符一点的这种 相对于日程能量比较大的一个 比如说你回来北京的话 就是吴造荣 对吧 然后或者是杨梅珠协街这种 然后包括现在报复的干卡寺 然后上海的话 可能就武康路啊 这种的 对 这些来说 就他周围要么有商圈 要么就有同类型的这种店 对吧 他有一个聚集效应 能把你带起来 对 哪怕你做到田国第一 然后那你也不能说 对自己太过自信 然后你从商业逻辑 还是要遵循的 然后呢 就是选择一些个跟自己 将近相符的这么一个客群的集散的一个地方 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因为这都是我们自己亲自采购的横满 对 然后那第一个店不给影响 然后到后边包括我们在前门开了一个小店 那个小店的人流就 那个现在想起来 那个店真是我们犯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 然后包括 前门啊 那听起来人流不错啊 前门是一个非常扯的一个地方 前门除了杨维术写写 其实日本都没有声音 对 我们在前面坐 前后坐了两个店 然后那两个店都是 哎呀 就就很奇葩的那种 就是没有人 嗯 我觉得就是 不管是你做任何一个 类型的一个咖啡店 然后或者是 或者说是相似类型的一个商业 就是哪怕说我自己 我觉得我 我对于我自己来说 非常是一个 展示就是你 哪怕是自己一个很格调很高的一个 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比较 嗯 也不能说雇方自赏 或者说对自己的一个产品 非常有自信的一个店 那你开一个店 我觉得还是要按照 去正常的去做一个餐饮的方式 去该做推广 做推广 该做前门 做前门 哪怕说你自己不去花钱去做 然后那你自己也要去花 小心思 现在会干的事就是 就是在店里边来的客人以后 算了 我会送他一个小飞帐的这种的 然后就说如果喜欢 可以帮我写个好评 那你你自己 所以网上的评价 带客流还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对很重要 尤其是你在北上 北上宝那些个厂试 那你这些个 不管是大周领平啊 还是小平处啊 这个这些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和客流的一个来源 所以第一个店开了 然后也试了一下连锁 对吧 所以连锁你觉得总体来说成功吗 还是你觉得 呃 店开的多 其实并不见得是更好 其实不算连锁吧 算是多店吧 对 然后我 我最多的状态 一度下 一度有了市价店 当然是 比较背动的状态下 有了市价店 因为当时我的白卡4 那边有一些个手价的问题 然后我就会破开 就来一下店 然后当时就四个店 连锁就来转 然后但是状态是非常不理想的 状态是非常不理想的 对 就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在开多店的时候 那你其实面临一个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这个店的 一个单店的一个流程 说模型 有点过不过来 是吧 嗯 对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一套标准 你没有形成的话 你去开多店的话 你店开的越多 你洗的越快 这两年也是要好多人问我们 然后就说 你要不要开个咖啡店 然后 然后我觉得就是 你如果是已经开了点 然后你在做拓展的时候 就是 如果这个地方 你觉得不是说各方面 然后你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这种条件 那就不要开 对 不要说觉得这个地方还凑 要不开一个试试 不要试 你扎一看 可能说我装修花了多少钱 人又花了多少钱 等这个一转起来 它除了你现金流 都负担的时候 后来钱都是准 所以我看你 你们后来开始 也开始做那个电商了 对吧 就是你们推出一些挂尔包 推出一些豆子产品 这个对你们的收益 是不是很有帮助 因为这个就没有物理限制了 对吧 对 这个还是我们蛮重要的一条线 然后我们过去来说的话 就是一直在作为店 就是大人卖 然后也没有特别的说 专门的去做这条线 然后是真正是被逼的不行 也非得去做这个的状态 是我们去年疫情的时候 去年三十月份 然后店里面真是没人 对 文明就慢人 后来是疫情的第二年了 然后反反复复 我们是真没办法了 然后当时就开始发力的去做 那时候做过一阵抖音 然后 那来说我自己卖豆子 一个主要的渠道 是我自己来做团购 然后那时候 就是走投乌路的状态下 那时候真的就是 把自己的脸完全活出去 把我团购圈里边 可能一千 爱好人 然后小两千爱好人 挨个本 就是但凡是有这种可能性 我挨个 一个人一个人的状态 就是你要不要加入我们 去那边来 对 然后买咖啡 然后在你自己来说 这些人进的群里边来说 这些来说都是非常垂直的 会自己就会做咖啡的这些人 然后说有咖啡习惯的人 然后再到后来 包括我们最近在干的事情的时候 去市井上 我们会把买豆子的客人 直接拉到群里边来 因为这部分人是最直接的 就是我会买豆子的这些群职 然后那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们会一个月大概一次到两次 然后就去做这么一个团购 每次的收益都还不错 对你尤其像现在来说 我们面临的这个财政压力比较大的话 然后做两次创购 其实对我们的一个环节都非常大 嗯嗯 那那所以后来呃这种大的资本进来啊 本土的这种连锁的咖啡像什么Mainer啊 呃瑞幸啊什么的对你们有影响吗 你觉得 有大非常大 嗯我旁边交大开了一堆那一杯酒 啊然后旁边又清拆了Mainer 然后还有P 那你怎么跟他们竞争呢 这个他们抢生就抢过他们呀 对所以现在所以就是有时候有个客人跟我说 这两年要不要开咖啡店 包括你刚才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这两年要不要开咖啡店 那我现在一定是斩金结铁的 你如果是在意见上是想都不要想 一点机会没有啊 对不要不要造进去 然后然后就是尤其是很很都会问出这些话 这些话的人呢往往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可能在厂里在厂里边就是呆了有点烦了 在家厂里边呆了 出来你觉得我自己会有这种互联网的经验和思维 但是你做咖啡 它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职业 对然后他们就没有那么多风发血液 对第一来说他没有那么多风发血液的事 所以但咖啡这个事情 因为我入行的时候 那个工作环境 不能说就是整个这个工作状态 就是脏乱差 就是不能说脏乱差啊 就是每天回家一身臭汗的这种 嗯因为他还是一个体力活嘛对吧 嗯对体力活那时候我那个店都算闲的了 一天也要用凑掉三公斤的咖啡 那你差不多那时候我每天就一百百杯 两百杯咖啡 然后每天收店以后倒完豆子 折腾完吃一碗 他真的是一身臭汗 然后你衣服每天都要洗 所以我一开始出汗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咖啡这个一行要想赚钱 那一定是每天一身臭汗的 很辛苦 嗯很辛苦对啊 然后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 这个东西它不太存在说我 因为我是从一个互联网的一个企业过去 我会有这种互联网的思维 那个经验用不到对吧 对我我你不太可能时间交易打击 瑞幸只能有一家 那我就是要问这个这个问题啊 你觉得瑞幸的咖啡好喝吗 哈哈哈瑞幸分吧 我觉得是分吧 对就是就是你因为瑞幸 瑞幸他自己的那个状态 他自己的战略非常非常明确 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那个战略计划 你叫做那个大拿铁计划 就是我要做一些个很好喝的这种奶咖 然后你包括就是前阵的酱香拿铁啊 然后包括现在的那个对 就像去年那种对吧 酱香拿铁就是一个 它又是个巨大的营销事件 但你觉得真的好喝吗 我觉得还成 哈哈哈对我觉得还啊对 然后你包括生银拿铁 生银拿铁这个它一定是好喝的 嗯因为他做做不难喝是吧 大家做都会好喝是吗 对然后因为瑞幸的话 他其实对 聊到瑞幸可以稍微多聊两句 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在追一个消费的一个 就是一个投资圈的一个博客 他每年都会找一瓶咖啡 然后就那瑞幸一开始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开店之前 有种瑞幸 我那个时候讲说我是瞧不上的 我一开始的瑞幸对于我来说 你卖的不管是咖啡 你还是卖的煎米果 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资本游戏 没什么意思 嗯我觉得对 因为我觉得他们做happy这事做不长行 然后可能收完这波前面走了 嗯那真正的说让我对瑞幸开始有感官 到现在来说非常尊敬的一个状态 就是从声音拿铁开始 哦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对于品这个品类是有认知的是吧 对他们是 嗯你声音拿铁作为一个非常标志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们把整个所有的经历回到了产品本身身上 就说回到了做咖啡本身的这个身上 包括这种成果 他们开始说我去 因为经历了那个造假这样的一个事件 非常非常恶劣的一个丑闻那个事件 对然后 他们开始说就是所有人都觉得瑞幸完了 然后在他 就是各种的研究 然后去怎么让去做了 声音拿铁这个单名以后 然后他是直接 就是声音拿铁这个 这个这个他他这个品类有多变态 就是给他做供应的那个赛诺 做那个椰类那个产品 椰浆的 对那个椰浆那个厂 现在可能那个那给他们做供应的厂 现在可能都快上市了 他们是直接烧出了 就跟那个iPhone卖的好 对吧 这个iPhone的配件厂都都能上市 对吧 对对对 这是一个挺夸张的 还挺不可想象的一个事情 就是你这个体量在这个面前 就是当你做出一个爆裹的一个产品 你可能直接带动了一个行业 你到现在来说椰子类的东西 就成了我们自己 尤其是喝咖啡的人 或者说我们吃天命的人 就是一个非常 什么厚椰乳啊椰浆啊 现在 所以所以泰国对对此有所贡献吗 是不是有很多产生信口 就是有的我觉得 对 但他们的供应链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我我觉得反而就是我的泰国喝这些咖啡 其实不见得每家都有什么椰奶咖啡 他们反而自己没有那么强调这件事情 嗯也有 但是他们反而会会是 比如说那个泰式咖啡所谓的 但是没有那么强调椰子这件事情 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中国特色 自己深造出来的一个品类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从一个市场 没有需求的一个状态 给它创造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需求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所谓的爆款逻辑 是吧 我造一个爆款出来 用用营销去打 然后口味上 也能得到像你这样的专业的咖啡师的认可 然后消费者可能就形成一种新的固定口味了 对吧 对 嗯 他们现在来说 因为现在其实很有意思 一个事情 就是咱们国内咖啡消费者的 以用习惯 他现在没有一个进食 他没有形成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 我们未来面临的 为什么中国的咖啡市场 到现在来说 我还是觉得非常有潜流 非常有 有无限想象的一个状态 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人 我们是想不合 对 所以这里啊 我特别想你来骂骂人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聊到现在 聊到现在都太太端正了 你知道吗 你居然就散发着这种 这种中正千和 中年儒雅的气息 我已经 我我我替 我很怕我的我的听众睡着 你知道吗 听睡着了 就觉得哎 我也不是要开店 你跟我讲那么多生意经干嘛 对 所以我很想听你骂骂人 就是你们这帮人根本不懂喝咖啡 是吧 你就瞎喝 是吧 来骂骂 妈妈 天哪 我就睡觉 这么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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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市场还能做吗 对吧 还有想象力 是因为你觉得其实 呃 有很多人看上去已经可能在北京或者上海中一线城市有咖啡消费习惯 但他们可能还是在认知上面呃未来会依赖说哎 虽然现在就是瑞幸也好是吧也好对吧 就像你说的对你生意其实冲击很大说明他们去选择了那些 对吧 就是我可以发朋友圈嘛对吧 我今天喝了一个什么酱香拿铁我打卡了 呃 但是我觉得你之所以还觉得这行有作用就是说除了这些人打卡的这些人以外他们是会来选择你的 对吧对对因为就是啊对因为你你因为就是就是就是一个非常什么的一个事情啊 就是你的基础的咖啡需求有利以后你日常喝惯了这些千瓶一律的咖啡你一定会想喝喝好的 就跟我们平时吃饭是一样的对你吃惯了一个连锁店的你吃惯了麦兰劳那你看到了一家没见过的汉堡店 你会你当你的消费力够的时候你又自己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会不会续选这一个各有一层汉堡店 我觉得是会的对那这个汉堡一定会我觉得就是会跟麦兰劳我不敢说因为我是麦兰子丁 对对对我不敢说他一定比麦兰劳做的多么的好吃 但是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对但对于咖啡本身来说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对然后对然后正好说到一个一个比较什么的就是对于一些就是想开开店的人士来说 就是首先门心自卫一句你自己做的还没能不能比麦兰劳比那个能不能比星巴克和瑞信和这些连锁都好喝 如果你的问题心里边是打一个一个犹豫 咱们有一点犹豫会有一个问号的那你这个店连想的不要感觉不要看 对因为独立店存在的意义就是我觉得我觉得独立店存在的意义就是在于你一定是你做的咖啡 会比连锁品牌的咖啡更具有可变性可能性和更爽的一个味道 这个东西来说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安实立命之分 我觉得中国很多事情可能起来特别快而且看上去体量很大 我还是觉得不存在这种什么五年走完别人二三十年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从商业的数字啊 如果你单看什么销售额啊产业值啊可能是这样 或者说单纯从数量上 但是我就像你说的其实最难改变的其实是人的认知和消费习惯 不是说现在所有人去买酱香拿铁了 然后中国人的人均这个咖啡消费量就一定上来对吧 他可能就是一个网红的行为跟风的行为 该不喝的人可能还是不喝对吧 天天喝的人他还是会喝 他只是多消费一杯少消费一杯的问题 那么那这个认知我觉得我就觉得说 可能可以拿泰国举例子 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我就觉得我在泰国有一些印证 为什么呢 但凡这种就是值得打卡的精品的咖啡店 他店里一定是有一个他在什么泰国全国烘焙大赛里 拿了什么名次的奖杯已经站在那了 他没有这个奖杯 他是不敢开这个精品店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 就是就是我我跟你也分享过嘛 我去年去那个青麦玩对吧 他那个店特别有意思 就是呃nice那个店 就是他他旁边其实没有什么 你刚才说的商圈什么的真的没有 他那个位置我觉得也 我觉得以你的标准来很亮 我觉得那个店就应该倒闭 对他周围没有什么青麦这个城市 你知道吗 他没有写字楼对吧 他也没有什么上下班 然后他离那个呃庙 就是那些有景点也有一段距离 他周围真的连餐饮店都没有 我觉得很奇怪就开了个店 但是他那个店就是他就是那一年呃 什么那个2021还2022我把照片翻出来啊 就是全国烘焙大赛的第二名 那个豆子他们自己做烘豆子 我不是还咨询你吗 对吧 他有三种豆子选哪个号 对然后然后他那个店下午四点半关门 他也不开到晚上 澳洲附体了是吗 泰国就很佛系的国家 澳洲人都恶奇 四点钟商业关门 对啊 就是就是你知道 就是这种所有就是很chill的 很很就是不不不不 就是讲求生活品质的国家 大家都不卷 对吧 就下午四点半跟正常上下班一样 他就关门了 所以他店里的客人也不多 但他那个整个店的概念设计也非常好 他那个装修明显是设计过 非常有设计感 然后他也有自己的周边 有自己的品牌 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己的轰 那个标杆的这个当季的豆子 对吧 烘烘焙的豆子 然后他也有他signature的饮品啊 什么的 你就觉得整个店的概念非常好 但是开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嗯 这个店其实很有意思吧 对 你刚才提到这个店是 他是他是泰国的可能就是烘焙版店 对对对 对 这个店来说有客人不太多 对 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性 就是他他其实不太指这个店挣钱 嗯 他不需要这个线下店挣钱 嗯 他很可能是靠那个大量的卖豆子 对对对 因为他是烘焙 对 所以他的核心是在在在烘焙 在产业链上 对 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去来说去打比赛 也包括那个国内有很多人去拿那个世界赛以后 你比如说我拿了一个全中国的冠军 嗯 拿了全中国冠军以后 你觉得他会回到看店里边 轻轻去给日常 对 这个我也想问啊 你们如果说在比赛里拿了名次 对你们店的生意会有帮助吗 会有帮助肯定会有帮助 但更多的来说可能更多是那个卖豆子上面会有一些帮助 嗯 对 都我们自己去去去护妹嘛 然后 就是实体要线下来你们店打卡说啊 我我喝过谁其实还是很少啊 对 会有会有专门去来打卡我们家店 嗯 然后但是因为因为这个店哎呦 这店开起来以后马老师一共就回来三次还是四次 对 这是我想聊的另一个 就是你们在疫情以后 我感觉是不是经常去参加各地的咖啡节 对吧 咖啡节还感觉 我觉得又是一个新的事物 或者说也给你们这些 呃怎么说被商业化的连锁店冲击以后 苟延残喘 艰难求生的这个 这个精品店是不是又带来新的机会了 因为我感觉好像你去年开始跑咖啡节特别多 对吧 你们两个人都在外面跑 对 咖啡节的话对 然后我先回到刚才说打比赛吧 然后打比赛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你更多的是自己 因为你可能就是不只是说你自己作为一个店面来说了 你包括你刚才说的一个 烘焙冠军 那那你如果是一个烘焙冠军的话 你背后可能是有个厂的 对 你背后这个厂 你去做技术把控 那你首先来说你比如说你去当机体的顾问 对吧 这就是一个非常值钱的一个事情 对你包括你看瑞幸来说每年的话它会把全世界的各种的各路的不管是伊士还是冲突的冠军都拉回来做技术部分 对那这个钱一定是少不了的 然后他们干的来说都是一些很有时代意义的货 对 然后 然后呢 他自己来说可能说我自己去卖豆子 或者说是我去 我给别人做供应 那这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大头 那你像我们自己去打冲突来说的话 然后我们自己来说可能就是各能关注我们自己给予咖啡的一个理解 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 你从消费者拿到一个我们俩的豆子以后 你如何能够说通过一个比较简单方便的一个方式呢 去尽可能的去实现我们在散试上能够去充足的一个状态 那你说白了就是说我怎么着才能日常在家里边 我也自己也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很精品的一个咖啡啊 体验到这种这种更高的这种享受对吧 对因为你其实来说你现在又感受消费下行 以及到现在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就是咱们国内的家用餐飞的一个市场 对包括拉马苏波他都做了家用机 然后那怎么着让大家在家里边自己也能做到一杯好咖啡 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店里边一直在贯彻的一个市场 对然后包括我们也会在选手啊 然后这些大比赛的一个因素 对然后刚回到刚才做的 是啥来着呢 咖啡节 咖啡节对 咖啡节就是一个对就是你可能在一些的大市场啊 我们讲过这些大市场的话 但是但是到了咖啡节上来说你这些个什么manor啊 微信啊他们他们可能就没有什么期待感 对或者根本就不会请这种 对因为咖啡节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上海有龙家嘴 然后南京有还有生活咖啡节 然后深圳有那个唤醒的一个咖啡节上面 你可以喝到来自全国天南海北的 天南海北的各个城市的长坝子的咖啡店 一个咖啡 对我觉得这是咖啡节很重要的一个亦在 所以我想问咖啡节这个事情是怎么兴起的呢 会出现这种模式 其实有几年了有几年了只不过这两年突然变得特别流行 对然后各个的就是各方的地方的政府啊 都想拿这个去做一个一个比较热闹的一个事情 然后然后就就现在来说办的就是越来越多了 对可能也是有伤心在的 对然后对然后我们自己去参加开啡节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 那正直观的话就是尽可能都能赚些钱 对要不然的话真是维持不下去 然后那你也会有这种说我去拓展一家市场 甚至来说我去考虑看一家市场的一个一个想法吧 在嗯 嗯 那所以你去年跑了几个咖啡节 我去年我就记得三月份的时候一个月跑了四场 嗯 对就是我我不是在去咖啡节就在去咖啡节路上 嗯 全年大概跑了几场 十场有吗 去年不止十场 对 得小 没有小二十场也差不多了 OK 那二十场的话 你想一年十二个月 二十场平均你至少一年 那就一个月去去两个节 两三个节 对 差不多 OK 那你多少时间在店里多少时间在咖啡节 你店里还顾得上吗 因为后面的话就是为什么马老师不在店里 因为你们好多咖啡是他去跑了 那么多咖啡节跑下来一年二十多场啊 哪个咖啡节你觉得气氛最好哪个最讨厌啊 吐槽一下来来来 嗯 我自己会很喜欢广州的开市 对 然后这个这个咖啡节我是觉得这个氛围是特别好的 然后 然后 为什么 对因为因为其实这两个咖啡节我过去以后我的差点成本特别高 然后我怎么赚钱 但是我就是我可能就是爱无其物吧 因为就是因为这块提到这块就去就去去就去去骂一骂自己生活的城市 就是被现在搞得无颜瘴气了 北京 是吧 北京你觉得没有广州 那个生活气息好是吧 没有 对以前来说的话 你像刚来北京的时候 15年的时候 我觉得北京跟他妈做梦 然后什么胡同北边 一群鬼子那 在路边喝的赖醉 然后南边大爷 穿着不长 没在那儿撑着 就是以前北京那个文化 市井啊 胡同的那个味道 对 然后文化碰撞的状态 我觉得错 到现在来说 就是老外大家要见到几个 然后就都走了 然后去了广州以后 我觉得就真的就是 尤其是冬天去南方 就觉得哇 这个地方这么满的活力 来曼谷来曼谷 哎呀我现在30度 出了这个是 真的 曼谷也特别喜欢 对 对啊 很国际化 对 就是南方城市 特别来说广州 他自己来说 又有自己的文化底约 然后就是跟北方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文化氛围 然后然后淡天又特别热情 然后做咖啡的话 是我自己很多没有见过的一个 用的不管是食材啊 还是创意啊 然后广州也是 这个好玩 你说说你广州咖啡节 见到最奇葩的什么特条 最奇葩的是啥 他们用什么中药咖啡吗 当归咖啡 我在广州还好 在广州没有喝到特别奇葩的 我在 我在陆家咖啡节的时候 有喝过一个很奇葩的一个咖啡 叫那个 宁夏牛肉汤拿铁 宁夏牛肉汤拿铁 宁夏胡椒 胡椒牛肉汤拿铁 胡椒牛肉汤 我靠 这怎么喝呀 这什么呀 对 还有一个 还吃到一个葱油饼味的一个冰淇淋 这个听见就特别迷奇 因为北京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什么的 北京有一个名字叫北平冰相 对 然后我们经常出世纪 然后然后经常一会 一会就是一块出世纪 就是人家那个摊就开始了 就是老北京豆汁冰相 对啊 我又说你你要出北京印象的话 你就往咖啡里加豆汁呗 对吧 老北京豆汁咖啡 对 这个好几人 对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我觉得嗯 就不太好搞 对 容易被骂死 然后就没有做 然后他们他们家就经常会做那个豆汁拿铁 豆汁没吃什么的 然后 真的做呀 能喝吗 真的做 真的做啊 豆汁冰淇淋真的做 真的在卖 有人喝吗 而且往上 而且往上夹加香菜 加加那个咸菜 就是 天哪 太地狱了 对对 太地狱了 对 每次出世纪都是特别火 他们家都是流量之王 对 但是 但是他们那个店其实挺有意思的 他们那个老板是那个 拿那个全国的那个 就是国际冰淇淋大赛 有冠军 人其实很厉害 还上过前天相照 然后他自己做的很多口味的话 是 可能豆汁冰淇淋 我要吃 豆汁冰淇淋 我要吃不管 但他们做的那个 双羊肉冰淇淋 真的是好吃的 一个麻将 那双羊肉冰淇淋好吃 他怎么做呀 真把双羊肉放进去吗 他就是做成一个偏麻将的一个口味 就是这个 麻将的味 对对对 咸的 对对对 包括那个咸淡黄 咸淡黄冰淇淋 你听起来很一点 实际上很好吃 然后我们这边也是 咸淡黄 我还能稍微理解一点 因为毕竟 你知道之前上海的电影 都是什么东西 都万事万物 加咸淡黄 加蟹黄 对吧 就是 对 对 我就觉得如果 这个可以说一说 各地如果要出特色冰淇淋的话 是吧 我觉得广州可能是凉茶 凉茶咖啡 对 广州签这 咖啡 凉茶咖啡 上海可能就是什么 嗯 小笼包 我也不知道 红烧肉口味啊 对 你就这个 这个你就就是当咖啡店老板的一个 就是 嗯 哪天小红书上出现了一个特别奇葩的拿铁 然后就会有一群人给你发 然后什么章鱼拿铁啊 什么折尔根啊 折尔根美式啊 然后 烂七八糟 这些个 这些个就是一年来的玩意儿 然后就给我发 然后一发发一句 然后到后边就说 你们不要再给我发了 我真的是看够了 你们这些人就能不能争计一些 对啊 重庆可能就是火锅 火锅味的咖啡 嗯 对对啊 还真有 我跟你说 原来有一个叫 Toto Mato的一个 嗯 重庆的一个店 然后他自己做一个咖啡特大 就叫油碟 油碟 往里边看 对 往上面加辣椒丝和陈醋 还挺好喝的 其实还挺好喝的 对 会加油吗 有麻油吗 香油 油好像还真没有 对啊 咖啡加油怎么喝呀 哈哈 对 但是就是出咖啡节 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好吧 对 咖啡节就是 因为现在来说 咖啡节 其实大家很多情况下 都是在做咖啡特调 对 然后咖啡特调 这算是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中国特色的一个东西 然后因为 就这些奇葩饮品啊 嗯 对 因为老外他们其实就是 他们对于咖啡的一个认识 就是咖啡就是咖啡 拿铁就是拿铁 然后没事 然后就这些个玩意儿 就在家其他东西 他们都觉得就是 我靠 就是你这个东西 简直就是 就是欺世灭祖 逢和怪 逢和怪 对 但是在国内来说的话 你咖啡就是 做了越来越本组化 所以就会出现 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这东西就是不一定难喝 或者说 你把自己挑拖出 一个拿 一个咖啡就应该是 就应该是 这个味儿 那个味儿之外 然后你把这个 撬出这个范围以后 你再去 单纯的 当成一个饮品来说 那往往你会得到一个 一个结果 更open一点 那你最讨厌的咖啡节呢 我还是要问你 这个讨人厌的问题啊 来 骂一骂 黑一黑 脸这么黑 怎么嘴这么干净 对对 我先念的说一下 就是感受 确实有一些不好的 对 因为我自己 全国跑了这么多场 咖啡节吧 因为我觉得就是 赚钱不赚钱 真的是一方面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就是你一个专业性 和一个态度 然后就是 只能说是 只能说是某 全国最有名的 咖啡节之一 哎呀 你不行 你在我的节目上这样子 对对 你太不成熟了 点名 感受不太好的 这个确实就是 你就是从体验的角度 对啊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 能给大家贡献的价值 就是哪个节值得去 哪个节不值得去 对不对 也不是你也别把自己想那么伟大 你一说真的大家都无趣了 然后人家官方还怪你 你没那么伟大 也就是说你个人意见 我反正嘉宾言论 不代表本人立场 你把自己占一顾就能救命了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 也不能说做得差 可能就是说差 然后因为我自己 心目中 我觉得就是 你包括现在来说 现在来说 你提到说 说全国的咖啡节 全国的咖啡节 每一个咖啡节 是全国最有分量的 那一定是 你在的上海的 陆家嘴咖啡节 这东西就是 你不管怎么来说 是毫无疑问的 影响比较 对吧 但是你体验不好 是吗 对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然后品牌 最牛的品牌 最集中的地方 一定是陆家嘴咖啡节 这东西就是 无庸置疑 对 但是咖啡式的骄傲 对对 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那你其实都是 全国的 很多 就是 就是算 很多那个咖啡体 消敬的脑袋 都想去的一个事情 包括我们后边 我们当时入选的以后 也觉得 是也还挺高兴 对 然后结果到后边以后 你从一个 参展展商的 一个角度来说 就 不是那么 进入人意 我觉得就是 比如 比如 比如说 摊的 摊的确实太大了 有时候他们一些个响应 就 就 就确实 顾不上 可能 对 顾不上 对 也能理解 对 但是确实是 就有时候有一些问题 你尊购解决 你会觉得有点头疼 对 但是也是能 也是能理解吧 可能就真的是很好 另外一个 哎呀 您就别说这种话了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主办方 你 我不理解 我不理解 我不用理解他 我也不用给他找台阶 我不理解 就差 就没做好 还有什么感受 差 就是 就是 为了都卖钱 可能就有点 C的 就就就有点状态 不太好了 就太想赚钱了 这个甘味 然后商业信息太重了 红透味 对 商业信息太重 然后然后包括好多 就是那种 耗羊毛的 对 我们家都不是特别厉害的 然后有好多那种 就是有很多 就是这种 不是说奥卡 什么的这种牌子 然后他们 他们就是 就定性耗羊毛 然后会 会会 某些 某些款 卖的特别贵是吗 对没有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你知道鹿家嘴咖啡节 他第二天先出来的是什么指南 比如说 你这些咖啡的一个 喝咖啡的一个指南 是鹿家嘴 荒羊毛指南 如何一样 不怕 我可以在前场 嚎到这些东西 好吧 好吧 对 然后所以 这个东西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有点变味 对 就是有点 你变成了一个 就是大家去 本来来说 出咖啡节 因为其实 其实是全国 我们出的一层 最高的咖啡节 不光是咖啡费是最贵的 你包括上海的 综合的成本 都是最高的 嗯 是 那你一个咖啡费 多少钱 陆家嘴咖啡节 现在好 现在好 一万二 两天一天 五天 五天 对 一万二 能收回来吗 现在可能就是一万二了 对 但是到后边来说的话 就是 有这种连续去的 几个朋友商户 然后说是今年下半年的那一厂 我没有替他们去了 然后整个的一个营业额的下滑 是非常严重的 对 因为他们做了一个 就是外国展商 一个展材 那所有流量可能都给到了那边 然后本地的一些很多展商 他们就是完全吃不到酒店 所以就挺惨的 嗯 所以 你们可以出一些特条来 来抨击这种现象吗 对吧 什么薅羊毛拿铁 红臭拿铁 如果我们能预选的话 那就是 我们一度就说 说这个陆加拿铁要不定不去了 而且主要就是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什么吧 就是 北 北京待久了以后 可能 就 我多少的可能会跟上海的一些歌 氛围有一点 气场不合 对 然后一些 有一些交流状态 就是觉得 对吧 因为 因为 因为我觉得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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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来 可能就有点什么 就是我觉得 说说说 对 因为 因为我觉得就是上海 陆加嘴 现在 这个开胃节 这么一个重量的取得的话 我觉得是跟上海这个城市 是一个相互成就的一个过程 然后 不是说 上海陆加嘴 就是开胃节 成就了上海 然后反而我觉得 就是 是因为我们在上海 然后在这个位置 搬这个开胃 这个开胃节 才能变得如此 对 然后所以有时候 那时候 跟主办方的一些个 就是他们 他们的一个领导 去往下去 什么的时候 然后让我们会觉得 有些不舒服 对 然后 一度 我们自己就 反正是挺不愉快的 这么一个状态 对 所以就是那时候 那场的体验 真的当时挺不好的 就是觉得 这么一个专业级的一个市集 然后包括中间 出了一些个差 我们觉得就是不应该 就是真的是落差挺大的 对 对 还出过一些个很离止的 比如说我们在广州 出了一世纪 他妈的三天的市集 第一天店没建好 对 还有朋友出的市集 然后我们朋友出的另外一个市集 就更比 去苏州 而去哪出市集 然后 去了以后 然后办第一天 然后他们 他们主办方的老板 然后被讨债的人 找过来了 然后被按的 按的那个专专房讨债 主办方被讨债是吗 对 对 就是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大家看到 看到 因为半开 我印象的 就是你 你你去广州吧 那个牌子给你印反了 是吧 那个熊主应该在下面 他给你 按到那个上面去了 是吧 啊 那对 那个 那个展望 那个都是小事 那个都是小事 对 啊 这些 然后我们去广州那一场 有一场就是前两天刚去的三天 三天的一个一个市集 结果第一天几乎就没来变 然后后来我们跟文化就大吵点 然后 然后包括后 然后后边就是就是碰到这种 就是都是想吃这碗饭 但是自己本身的专业能力不好的 然后整个事情 不管是态度还是状态不好 我们碰 我们出市集的时候 我们最脱头就是这样 这样类似的地方 对 因为大部分出的市集 讲实话 我们自己来说赚钱不赚钱 那是一方面 有时候就是一些客观因素无形 比方我们去 那个哪儿 去成都前两天出的那一场 那一场真的就是大开云集 他们找了六五个全中国的冠军 然后乃至就代表中国 中国去打世界赛的冠军 在台的板上 那个阵容简直牛逼毁了 随便一个摊飞机 可能喝到喜爱的咖飞机 让人家这个餐位就要大了 但是到了那一场 就完全没有人 那一场我卖的 我卖的30多的 就特别搞笑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那种这种 厉害的咖啡师 反而没有人呢 因为就是 因为就是 观众不懂是吧 对 就是我们出咖啡多了以后 就发现有时候 有些真的就是 一些个没有办法的问题 官方也做宣发 但他自己的宣发的点 包括他是一个出一个 他是异体出师机 他自己的主板方是在 在那个清岛 然后他去成功去办法的事机 对 那他自己对于本地的一个 宣发的一个状态 可能就保持 没有那么熟 对 但是人家办的专业度 然后整个搭建 然后设计 那我是挑不成毛病 他尽力了 但是来的人不对 是吧 对 尽力了 对 就是我这种 我是没有问题 就是你尽力了 你做的事情 也是尽可能去 多 去做好 对 然后哪怕说这一场 我们觉得 我们到最后来说 不赚钱 那我们觉得也OK 那本身你出来 出来跑市集 就是有赚有赔 那这都很正常 对 然后甚至来说 我们就去过一些小场 一些个 什么渠州啊 柳州啊 这种城市 就是 就是可能排不开 菜场号的那种 开飞城市 然后反而是卖炸了 对 然后都是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们可能真的在本地 没有那么好的精品咖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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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是一个快闪电啊 大家都来打个卡 对对 就是有一些 对一些小场的时候 可能就比较难得 包括我们去深圳的时候 我们那个队 就直接排到了 那个马路上 然后我们家 深圳啊 对 深圳我们家 那当然了 深圳是美食荒漠嘛 哈哈哈哈 看一下深圳 你们去 当然 当然是 对 OK 好呀 所以 我再 我再问一些 这个 你要问有挑战性的话题 对吧 但你为了答案一点 一点不刺激啊 我不太满意 哈哈 就是 就是 熊主这个名字 本身也带着这个 LGBTQ的 色彩 对吧 然后你们也是一个 LGBTQ Friendly的 所以 我们前面聊到 可能变成一个 北京 熊圈的会去打卡的 一个地儿 对吧 会会有这个问题吗 比如说 哎呀 这个店里怎么做的 都是五大三出的胖子 这个别的客人觉得很奇怪 有吗 嗯 嗯 反正偶尔会有这个情况 就是整个 比如说 我一天不是生客 在白打四的时候 有一天 然后我就 一楼坐满的人 然后他说冬天 一楼坐满的人 都有 都有小十几二十个人 然后当时我跟着我店员 当时我那个伙计说 他说 我说你知道吗 以前这个店 这个店里面唯一的直男 哈哈哈哈 已经变成一个gay吧了 是吧 对对 然后就是 就会有一些情况下 就是就是莫名其妙 突然 这个店就变成了gay吧 然后 然后这个店里面 就飘到那种虎狼之死 哈哈哈哈 那很好 那不是你的这个 也算是你的目标之一吗 对对对 对对 然后对 我说嗯行 就是顺带着坐一下吧 然后然后 然后除非来了姑娘 有时候来了姑娘 我就说从你们收 就这种 哈哈哈哈 对 大家收敛一点 不要不要吓到一些顺职人 是吧 对对 就是就是还是要稍微什么一点 这个这个就是 嗯 不管是直的vam的 这个这个公共场合 有时候大家都熟了 随便聊一聊都还好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 深刻过来可能会被吓到 确实是 对 但是但是但是也都也都还好 然后整个餐飞店 大家聊天都还嗯对 然后还挺开心的还是 嗯包括有时候 所以哎你遇到过 就是比如说 呃因为呃LGBTQ的身份啊 或者开店上遇到过麻烦吗 嗯这个讲实话没有 这个还是没 对 然后做餐飞馆的 我这也没有做什么 对吧 什么裸体运行冲突啊 这种的参编项目 对 有啊 没有 我刚刚就说 你看你们 你们咖啡馆跟酒吧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对吧 酒精 酒精让人迷乱啊 咖啡令人清醒 对吧 然后 对就酒吧会有这个勾勾不胃啊 对吧 有这个这个呃 赤博的调酒师啊 bartender啊 你你也可以嘛 就只是穿个咖啡裙 然后可以可以全裸啊 就就就就大家不够醉 可能看了这个场面会被吓跑吧 对啊 以后我开个酒吧 不会啊 提高你们评项吗 你们白天是咖啡馆晚上可以搞一个深夜场 对吧 也可以考虑 也不是不行 好 所以你他咖啡馆这么多年 你觉得遇到的呃最有趣的事儿 或者最有趣的顾客是什么 跟我们分享分享 最有趣的事儿啊 嗯 印象最深的吧 或者不管好的话 印象比较深的 印象比较深的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家有客人就真的就是会把凶主当成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 然后你比如说我自己店里边因为我自己我这个店做起来 我说我是面向所有人那这句话不是说随便说说而已的 那我自己的客人也是横跨了这个年龄段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店也开了七年了也是陪着很多人 然后走过了自己很多不同的年龄阶段 我记得当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几个小客人 然后有个小朋友从高二就在我这喝 对然后今年都大三大四的吧 然后那事情还会回过来喝 那真的是从小朋友做成了大人模样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 他他他小儿子那时候可能刚七八岁吧 然后就在我这喝了很多年 在我这喝了很多年 七八岁可以喝吗 虽然咖啡不是酒精没有合法年龄 但是你最小的顾客多少啊 几岁 几岁都有 是就是对你这爸妈抱抱过来的小孩算吗 但是不能喝 他喝了吗 他没喝吗 我就说喝你饮料的 嗯 七八七八岁的有有喝咖啡 像那个那个那个妈妈就就是比较什么 因为从小就带着他俩儿子跑咖啡网 所以就是偶尔也非常那么喝一些 对然后包括现在 下午要考试了赶紧来喝一杯 对啊还有我周边对 然后你像我这个店就比较偏社区的一点 然后我旁边有一个在旁边交大的一个大姐 然后就是他他们他们的儿子就今天对我们家那个病产面前不忘 没事就自己过来打一杯喝 对然后最年长的还有一个差不多快七十的一个老太太对 然后就是你看着可能是一个挺明天的一个老太太的 这个我跟老太太一过来遇着天啊呦大姐对咖啡门听 嗯 过来以后什么什么产区什么风味什么什么处理法 然后什么水温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我前两天在这家喝那个我那天我在这家喝那个就特别厉害 然后大家还特别好聊还特别热情 然后我觉得这个这时候来说我做这个店 然后包括这个在上海就叫老法师啊就是特别懂了 包括包括原来在那个对还有一个特别历史 对以前就是外国的那个客人会特别多 然后我这原来都是那个什么淡食馆 胡同那个胡同油的那个最最后的那个最后的终点啊 在我这喝喝咖啡然后聊聊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哥我记得是清华的 然后一进门然后跟我聊天就是都都快惊骗的嘛 然后皮帕跟我聊一堆 然后我当时我那个墙上还挂着一个他朋友 他说那不是这些事情吗 然后就聊天 然后最后点完咖啡回到自己的滋味上 然后我等咖啡过去的时候 我看着大哥就是默默的摊开了一本顾文观止 然后他说我说啊有事吗 好吧 对我说我说我妈我妈看见这个能拿这个糊糊糊 你看这小哥啊 哈哈哈哈 古文观止啊真的是 特有文化 嗯特有北京的感觉 嗯对对对 所以第一时候我就觉得哎 做这个看店就特别逗特别有意思 嗯 对因为嗯 怎么说就是为什么当当时说文艺青年 对吧两大梦想第一开咖啡馆第二拍个电影 嗯 基本上就是就是文艺青年标配 就是因为咖啡馆你无非就是能够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对 形形色色的顾客 然后他们的呃在在人生不同阶段各种各样的状态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对对嗯 包括自己原来打工的时候 换了很多人到后边都是 嗯 很多咖啡店里面认识的客人到后边都成了 就是这辈子很好的好的朋友 对然后 对自己因为因为其实就是 做咖啡馆的话 这一部分来说 你每天面临的客人也是你自己人生的一部分 所以就这个体验啊 还是对于对于大部分来说 这是一个其实是挺绝无尽有的一个体验 我觉得也是开咖啡 如果开咖啡店 或者你在开咖啡店工作 你才能够接触到那些东西 对是一个很迷人的一个事情 是是我想呃我我我我这些年去北京几次 到你店里好像三次吧 对吧呃第一次是白塔寺对吧呃正好来出差 呃带我女同事一块 然后第二次是19年19年去看那个何聚变 对对对到到你店里 然后对对 对对现见贾导哈哈哈对最后我还我还我还装模作样 那个冲了一下哈哈哈打了之后就没见过贾导了 臭死哈哈哈是吧 呃他贾导说他设恐我我我做这个节目也说哎你要不要聊一聊 他说他不行他设恐我说我就跟你一对一聊呀不行他说我一想到有很多人要听 我就不行哦好吧呃他是呃他说他设恐我也不知道哈哈哈 我最后一次就是呃 二零年还是二一年来着嗯冬天对吧到到到你店里 嗯嗯好久之前可能是二零年了应该是对应该是二零年对二零年 二零年我白太思维店可能都已经关了嗯所以你看那个我现在觉得是啊就是一下子呃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一下又好多年不见 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播客也是呃希望跟大家多聊聊天对吧能够保持一个友谊的小船不翻哈哈哈至少通过这个网线还能够维系一下啊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是有一个小传统啊就是我问了你很多问题啊然后让嘉宾也问我一个问题好吧你要问我什么嗯 我想问你的话就是泰国的那边的咖啡店也没有转过这些对比如说有几个比较有名店对我我我我跟你分享过吗我特别喜欢的是那个roots对roots他也是精品店他算多店他也不算是那种就是中国这种资本冲进去的那种什么开几百个连锁的那种对然后呃如此是我我之前去泰国我就会觉得哎他们家做的很不错但是没有 没有去过特别多的分店然后我这次五月份搬过来以后他们好多分店我都去了呃我们家旁边就有一个对因为我们家对面是呃有离一个天主教的医院叫三路易斯那个医院很近然后他旁边有一个店那家店也是环境不错但是呃他那么多分店里面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在一条老街上对那个老街就是呃离那个呃唐人街不远但不算唐人街 但是他上那条街上有很多老店包括那个什么华人开的那种什么竹编的那种篮子的店呃还有很多小吃店然后我一说你可能就知道就是很有名的那个J5啊就上了那个Netflix那个节目就是那个炒炒街边炒炒炒炒炒那个炒面啊炒那个虾卷蟹肉卷然后他拿到米其林一星对那个很传奇的 台湾的那个翻译叫致姐因为他有颗痴嘛叫致姐啊�发的那个店就是早上凌晨什么六七点钟去排排到下午一两点都吃不到的那个店特别火就在那条街上面对然后路子在那条街上面有一家店我特别喜欢因为他两边都是呃很老的这种呃老老老店的风格 华人老店的风格 但他那个装修里面 那个装修又很新 而且他那个店里还卖米 他有那个 对有米啊 就是来自泰国本地产的这种 对农民的 organic的这种有机的大米 哦这好神奇 他就他就是有很很浓的 这个第三波的风格 对第三波咖啡浪漫的风格 就是回到这个根本 对吧 然后他的那个店也很漂亮 我做视频版会上一些 这个我在店里拍的照片 然后他的店里呢 就会有固定的 会有一个猫咪过来 他们店员就喂他 那个猫就很享受 在门口吃罐头 对很好玩 就是就是他那个店 你会觉得他也是跟社区有联系的 就很内部 他不是对 他不是通过商业计算说 因为周围有多少个写字楼 或者像Manner 我之前看一些Manner的商业分析 对吧 他就什么五分钟要有一家店 不要让白领跑来跑去什么的 他是他是按照商业逻辑去开的店 那我觉得他也成立 对吧 他是从商业角度去看的 但是对我来说 就是未免来说 商业上的计算更多一点 他不是说我是社区的一部分 对吧 我跟周围的邻居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会去照顾这边的流浪猫啊什么的 对 那个店我就觉得他是 他就像他的店名叫Roots 他是有一个根基的 他是从社区里成长出来的啊 对 他们的店员也好 他们店的风格也好 我都觉得 呃呃 你能感受到 他是跟 他是泰国的一个精品咖啡店啊 但是他不是靠那些 很刻板的符号来展现 他是泰国的啊 而是他的豆子就是 就像你说的 他们泰国人喜欢用本土的豆子 对对对 真的是 对 这个我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包括像刚才说的那个Roots 然后我不知道你后边有没有去过那个Factory Factory应该也是 还有一个叫做Kaizen Kaizen我记得他们的咖啡师还挺不护的 然后就这么几个店 我觉得就就很不一样 他们在走自己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呃 网 不能说商店吧 网品牌去做的一个一个一个路径的场 而且是比较稳加稳达的 其实我在国内就觉得比较难 就是你现在来说你做到什么商业模式 就是一摸风才是达到一个模式才有 然后早知道后边来说 可能你想说你来做一家店 那可能在一些城 在一些城市就不好生存 比如说在北京这种 在上海这种 嗯 对 我就觉得泰国其实可能也也就有明显的像你说的 就是有这种分层啊 就金字塔型的分层 因为呃比如连锁的 他有一家叫Amazon Cafe 就很便宜的啊 就是包括其他的连锁的这种咖啡店也很多 但是他也有这种稍微精品点 因为他单价就会高一点 然后他只会卖蛋糕和这个bago 啊就是一个兔子的叫那个 呃鲁品 就是那个法文的那个兔子啊 就是开在鲁品 就是在我们家旁边也有一家店 在上面就是你说的 就是他可能只有一家店的 或者说特别精准的想念 我们家楼下有一个 呃我还有一个他的积分卡 就是你盖满多少张可以换一杯呃 这种精品的非常小的店也是下午4点钟就关门 这个这个下午4点钟这个乐奇真的是从澳洲开始发扬光大 就不卷了 对就不卷了 法国人也是啊 很多欧洲的欧洲的店都是礼拜六礼拜天都不开门 对吧 他就是上班的啊 我印象不深刻的有一次当时还打工的时候 然后下午6点钟 因为澳洲那边商场可能稍微晚一点6点钟弄带上吧 然后然后我们那说说说东西那说党 然后差不多6点10分左右 然后有一个就是很明显是欧洲来的一个大爷 然后就 这个就真的说疯疯疯我们跑过来跑过来 我就说 就closed 说你们关门了 我说啊今天我们关门了 那边关门了 然后大家现在那个那个沙甸里边要好起来 就是不敢相信妈的整个城市的就是这种咖啡店全都玩4点打烊 哈哈哈 对然后就就这种的嗯 然后一般就是3点半你如果是去去叫咖啡的话 基本上都会被那个咖啡店翻白眼 因为人机器都快洗完了哈哈哈嗯嗯嗯嗯嗯嗯 我们要下班了那你就赶这点来啊 嗯嗯对对对你真会挑点来赶紧喝赶紧走吧哈哈哈这种的啊 对所以我相信为什么呃会有那个在家里也有精品咖啡的需求对吧 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自己来冲煮一杯也不需要一定要叫外卖或者店 我真的觉得呃中国这种过度依赖外卖的模式 像那个呃秦辉秦辉老师他用的词叫低人权优势 呃我现在觉得也是就是那种效率可能是低人权换来的啊 就是很卷啊这种快递呀外卖呀这种对 但是呃我我现在来泰国我就特别习惯 就是你你你你电商买个东西没三天肯定是到不了的嗯 三天是正常的不不可能次日打呃 呃然后外卖也是你过了一定的点晚上呃可能很多店都关掉了啊 你就不要指望他能送过来然后下大雨你就做好准备打车是打不到的 就grab叫车也是叫不到的然后外卖很多店也是不送的啊 就是呃这个其实是一个正常状态我是觉得中国有些地方是一个另类的状态就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太一样 嗯对就是你在追求一一位的高效的同时一定会有东西会被牺牲掉 不可能什么东西是两钱我觉得是嗯 对然后就是不可能就是既要又要不要哎那你们店里送外卖吗 我现在没有开 啊你不开外卖是为什么呢 嗯我看我30%的抽成然后我现在 哦美团之类的是吗 对我现在在店里边我的美式拿铁是降到了1618 嗯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北京可能也要开始就是说呃 因为咖啡这个东西吃了 开始消费降级了是吧 我觉得一方面一方面也可以这么说 另一方面来说的话 你咖啡确实是不如日常的话 他就是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宜 那我们就是在一个什么可控的情况下 让他尽可能走入日常 哎 但是你价格 这个我也想问你啊 这个我也想问你 因为我之前呃微博上看到也是一个自媒体的节目 叫呃他专门去采访在上海开店的人 然后他里面也提到一个关于下沉的问题 疫情以后 你知道上海的巨碌碌的这样的酒吧 对吧以前最早最老牌的酒吧一条街 有酒吧现在开始做什么 开始做10块钱人民币的金汤力 啊有有有有 对吧就是10块钱的金汤力 那然后他还就是老板也讲了很多生意经啊 他怎么说去随定这个价位 然后怎么样又是说做到成本可控 但这个东西又得是真的东西对吧 不能是这种呃随便调一调的对吧 还是得有一定的品质吧能撑得住 对 所以你说你现在店里这种16块钱的美式 你讲一讲他用了什么豆 你怎么样去做这个品控 然后为什么我选你而不是选再便宜一点的对吧 10块钱便利店里12块钱便利店里我买一杯 嗯 首先便利店的咖啡没有灵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 咖啡店咖啡没有灵魂 哈哈哈 你灵活还是吗 对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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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就是这么来说 会有点虚啊就是为什么说你这个精品咖啡店的咖啡 然后他会比呃便利店的咖啡更呃怎么讲贵一点对 然后我这边来说我我可能也给大家解答一下 也为什么说很多清品咖啡店他买的咖啡会贵 首先第一个来说是豆子 首先第一个来说是豆子 那你进到啊精品这个你进到这个便利店的一个咖啡豆子 你不能说他一定不好 但是他一定是在一个价位范围之内 他尽可能去要压缩他的一个成本 因为他其实就是玻璃多销嘛 对那他的保证例如那时候他的咖啡豆子 我觉得可能你可能一公斤嗯五六十的成本 或者六七十的成本五六十左右的成本 我觉得也就是最多了 对然后这个豆子可能就本身不会有好分的 其另外一个来说 他是全自动机器一键萃取的 对也就是说一切的参数 他都是按照预设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咖啡这个东西他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呢 咖啡的状态他是无吃不喝的就在变的 对所以就是你像我们 做做这行的每天早上进店的第一步 就是去调墨 对就是你拿过来以后你这个咖啡 有电动的磨豆机是吧 嗯对你的东西你都是这种搬自动的 就是这东西你看我们去操作的 好像我们啪啪啪按几个键 然后这个咖啡就做上来了 但实际上来说你在这个前置过程中 我们要做很多工作 比方早上一早上我们为了测一下这个咖啡的味道 他做一杯咖啡 他要是什么研磨度 然后他是应该用多少克的粉 然后萃取出多少克的 多少克的液体 然后他的萃取时间大概是多少 然后中间我们为了试这一遍冬错的味道 可能在之前要喝掉七八杯 甚至更多的不停的咖啡 不停的事不停的事 而且这个做完了以后 这还不算完 因为咖啡的豆的状态你会 因为整个屋子里面你可能早上过来有点冷 到了中午可能热了 然后你包括下雨下雪天 气息都不一样 嗯 对对因为你的咖啡的状态是时时变化的 所以你如果严格来说 你应该每两个小时去调一次磨 去测一下你咖啡的味道 有时候忙起来可能差不多半天会这么测一次 所以就是每一杯咖啡出来的话 他这个东西你看是看上来 是不是我们按几个键而已 但实际上前面会有很多非常非常 嗯 温度啊水温啊冲泡时长啊对吧 甚至呃这一天可能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对吧你整出来东西都不一样 对你包括 对这个最最直观的一个东西来说 比如说你你装进这个咖啡里面的这个粉18克粉18.5克粉 那是有0.5克的擦 你就最后你做了一杯拿铁的味道 你可能对于我们咖啡师来说就天差地别了 可能你你多加点粉 他就是整个就是一个非常苦涩的一个味道 你少了这0.5克粉 你做了这杯拿铁就非常相见顺滑 它的这个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东西来说大家经常说我讲 经常讲说我都喝不懂咖啡喝不懂咖啡 但是真正的一杯好咖啡和一杯不好的喝 它被去真正放在你面前去做对你的时候 我觉得是你的味觉不会不会跟你说话 你一定会好喝你会更好喝 对同意同意我都觉得 呃其实未来的消费一定是越来越走向体验的 呃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去吃米其林的餐厅 它的食材呃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食材高级对吧 但是其实一样它背后可能呃这么高级的食材 不可能说呃真的是什么farm to table 真的是从农场过来 它当中肯定经历过很多时间的 包括储藏 那么这当中其实花了非常多的这个呃 呃人力和精力让它保持 尽可能保持呃原始的氛围 就像你说的还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对吧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合适的在当前的环境中适合你去体验去消费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当中是有很多看不见的人呃付出了很多精力的 这其实是精品咖啡的价值 对我我我我同意 对所以看上去可能呃一杯16的美式啊 看上去好像美式谁不会 对吧速容也可以泡一泡 对但是其实当中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啊 OK这个我们再知道了 好呀最后给你一个最后给你个广告时间啊 你赶紧来推销一下熊主现在当季的最精品的豆子 最值得大家买的一些挂尔产品好不好 真的你你推销吧 我推销一下对对对 对啊快来来来来来来来 对然后都是我们最近在 你有点诚意拿出来讲一讲 来你现在最值得买的豆子是什么 最值得买的挂尔是什么来 对然后 豆子现在就开始开始带货 对啊对啊 对直播带货来给你 对最近我们也是做了一些一个比较新的 呃包装啊和那个豆子 现在就是我们的冲豆 然后还有我们的义士的PK 然后包括画尔包上面都有饮 然后呢一个一个来啊 先先解释一下 这个我看起来很像那个保健品的药瓶啊 这就是保健品的药瓶啊 对对 对然后因为它闭光 然后密封又好 所以我们最近就用了这个包装 然后最近是有新产地的很多单品的豆子过来 像这是一个A6的96小时艳阳 就是巴老师这次去打云南杯 那全国第四的那个产区的豆子 你拿着别动 你拿着别动 来来来来 读广告安理一下 从小喝到大 对对对对 安理一下什么艳阳豆 来来来来解释一下 嗯 然后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店里边 在用着两个做做这种拿铁和美式的豆子 对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那个雪梨甜酒的品牌 这个这豆子特别有意思 它是用一个威士忌酒桶去处理的 鸿鲁拉斯的豆子再加上那个艾塞尔比亚的日晒豆 然后所以它整个这个豆子的话 它就带着很浓郁的一个酒香 像百里甜一样 很适合我哎 你要知道我之前好爱的威士忌对吧 威士忌很多它也会用雪梨桶 就是不同的桶 会带来给酒体带来不同的风味 其实跟豆子也是一样的 嗯对这个豆子就是把它直接就是 它就是一个把它放在酒桶里面 所以它自己会带着这种酒香的一个味道 非常的有意思的一个 嗯 对还有就是当地的一些个卦尔包 然后嗯 这个我也有 对对对 这个通款啊 对曼谷的小粉丝 曼谷粉丝巴莱赫店 啊 旅家旅行 然后常备常备常备的 这个卦尔是有各种口味的是吧 是你们的一个综合 对对对 然后这个来说我们是做了 最近有五个豆子吧 会做五个不同的口味 然后我们都能产去的豆子在里面 对所以就是 好 把你微店的链接发给我 我会放在视频里面 对 欢迎 放在那个评论里面 啊 放在这期视频的介绍里面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你们的微店对吧 对而且今天而且最近你们下单的话 我们都会送这个小徽章 啊 好可爱你你离镜头近一点让我看看 嗯 啊很可爱一个熊熊的 啊 又是马老师还是你 马老师 哈哈哈 我不配我长太丑了 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你不要太太谦虚啊 可爱可爱可爱 对 好啊我也很想要这个 这个 嗯 好呀 嗯 嗯 嗯 好呀那今天就这样呗 拜拜 嗯 好嘞 接什么招了 拜拜 不 chicos 比先生要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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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